二十八號凌晨兩點多苗栗頭糞 這一處透天錯 起火燃燦身伴隨大量濃煙 消防隊挺進火場 陸續將屋內受困五人救出 二十八號凌晨兩點多 苗栗頭糞這一處透天錯 起火燃燒 此處一樓經營小吃店 屋主夫妻帶著就讀一年級 及幼兒園的女兒住在二樓最裡面的房間 四人被救出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送醫不治 三樓有一名越南籍女移工 被發現沉屍在三樓通往二樓的樓梯間 另外一對越南夫妻跳樓逃生 男子一度失蹤女子腳扭傷 他走到一半疼痛難耐蹲坐在地 腳扭到了 屋主就讀小一的大女兒 他的校長得知二號趕來 感嘆師生緣分怎麼那麼短 同學之間其實大家相處都非常的 聽到消息也都非常難過 當然這個意外我們真的很驚訝 也很不捨 警方調查三樓命葬火窟的五十六歲 越南籍女子疑似是岳配 已經拿到身分證涉及在桃園 不過已經離婚 越南小吃店暗夜惡火 共奪走五人性命 三零七皇孟真 A4月小組 妙麗報道